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座談結束之後我們有安排拍照的部分 看你們有沒有需要 這裡 我們27號開始有不錯的商場活動 可以參考一下 有有有 有 謝謝 我們已經有了 謝謝 謝謝 我們會動可以跟那個 鄭偉和你 這樣子 有辦法給登記一下 你好 歡迎 歡迎 我們是 陳希 這是 好 好 等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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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飯 我想接我的脖子 大家看看 我把你一張過來 不然他來了 他來了 我不知道 沒有 你確認一下 沒有太多時間 你確認一下這是酒嗎 對阿 真的相比 我不是說酒要不好 我覺得他 你回去以後還要再把車開 對對對 對對對 欸你可以走路回去 走路回去 不 不是 你要不要回空中嗎 你嗎 噢也是啦 對對對 沒有非常遠 對 還有 死 對 我還要喝 我可以讓你那一間 你這樣做 你可以幹嘛 你這樣做 沒有什麼 什麼 我還要做 可是我還要做 沒有什麼 好 我還要按摩 各位貴賓大家晚安 欢迎丽临台北101与竹虎有约 那今天的活动我们将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我们将由英零的主管们 会各位介绍台北101最近最夯的活动 希望各位可以多多的支持踊跃的参与 而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就会正式进入到今天竹虎有约的主题 台北101非常难得可以邀请到台湾电脑十大高手之一 也是史上最年轻的政务委员唐凤道场 为我们各位分享今天的主题 如何推动数位政府 事不宜迟 那我们就先邀请台北101办公大楼事业处 蔡清辉营运营运长 来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的耶诞爱心奉献活动 有请我们的营运长 好各位贵宾各位租户晚安 那很高兴呢 我可以开头炮在这儿为各位工商服务一下 接下来的连续 包括我在那总共会有三场 就是我们年底在第四季 一路到跨年 大楼跟商场这边为各位带来的一系列的活动 那非常热忱的来邀请各位租户能够共襄盛举 然后也是准备把自己的行程和日历都准备好 把这个时间给留空下来 首先就是由我来为各位来介绍呢 我们2017年的耶诞爱心奉献 好我们来回顾过去 这个我相信各位在大楼好几年的租户 对于我们的这个耶诞点灯 爱心的活动是相当的熟悉 我们大概每年的12月初的第一个礼拜 都会有点灯活动 那大楼跟商场都各自会有圣诞树 也会有周边的花圃来做一个点灯 那这个点灯呢 都是带有爱心的一个祈福的一个概念 那为的呢 就是要把这个101的这个整个耶诞的气氛 都从101来散发到这个群世的角落 所以这一今年呢 我们跟过去的做法 稍微有点不同 过去我们都是找单一个单位 光一个单一个单位 然后来做一个爱心奉献的一个对象 所以去年我们有一个就是圣马尔大女修会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 她们在大厅真儿有做一个打鼓的表演 然后也有一群这个从克罗埃西亚来的这个男生合唱团 唱阿卡片拉的一个呈现 那今年我们在大厅真儿我们是邀请了 也是一样有非常棒的音乐 同时我们邀请了六位 六位在台湾呆超过了 个别平均是超过了这个30到50年 因为有些是真的是年纪非常的长 那她们在台湾奉献了这么久 然后搭着这个去年政府在修法 让她们能够成为台湾人 所谓的新台湾人拿到了台湾的国籍 所以这边她们都是相当知名的人物 同时也是都在偏乡服务多年 那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这个 耶旦的爱心的这个募款 我们的这个最主要 其实并不是她们有缺乏 真的不是 因为她们个别所代表的机构 有些都做得相当成功 相信各位有些是耳熟能详 但是我们这次主要的 一笔小小的款项 其实是给她们做一个表扬 同时也为她们的机构来做一个宣扬 给大家来做一个认识 我们也希望结合垂直城市 台北101租户的爱心来回馈社会 那么这个时间呢 是从这个礼拜四开始 10月26号到11月30 那在这段时间所收到的爱心款项 奉献款项 我们会在12月6号那天 来做一个颁寿 给这个寿证单位 同时我们会邀请她们上台 来做一个耶旦亮灯 好 下一张 好 那这六位是谁呢 其实她们都是相当的平均分布 在台湾的西海岸跟东海岸 从北到南 那有一些从台北这边开始 就是财团法人基督教救世传播协会的 彭蒙慧女士 这位女士呢今年高龄91岁 她会亲自的历临现场 而且会为我们来做一个小喇叭的演奏 那相信大家对她的Studio English 都非常的熟悉 现在的中学高中 都是用她的这个课程的教材 那么第二位呢是 有三位是天主教的神父 第二位也是相当去知名的 丁松青神父 好 就在今年的上半年 她的哥哥刚好就是去世了盟主宠招 所以由她的弟弟来代表在这儿 那她的弟弟在两年前曾经在那边 意卖过才会剥离 所以这次她会代表 相当具有代表性的再一次到我们的现场来 第三位是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 台南神学院的亚大伟牧师 这位先生很有趣 因为我跟他联络的时候 他坚持只用台语 所以搞得我这个讲台语讲得满头大汗 那我就想我再怎么样 我绝对不能够用英文跟他对答 那就是太丢台湾人的脸了 那所以我就 那她也很乐意也很愿意的 就一口就答应 第四位是在台东服务多年的 台东有四位神父 其中一位走得比较早 现在还在的有三位 那这一位是年纪最大的 他是这个白冷会的魏祖安神父 年纪也是相当的大 那他这一次也是会 他有小中风 但是他为了这个有意义的活动 他会特别从台东上来 再来一位是花莲教区的刘一峰神父 这位神父是法国人 可是他在台湾经营资源回收事业 为的是要替服务那些偏乡有智障的 或者是有一些不是那么方便的行动的人 来收留他们 来做一个基金的运用 第六位是基督教宣道团 其实他们是做宜兰神爱之家 他们在台湾在没有经过 就是在没有一个特定长期的 一个奉献的情况下 像奇迹一样走了这个30年的路 就是收养了超过70个孩子 那些孩子 每个孩子的后面都是一个破碎的家庭 所以他们在不支取费用的情况下 帮助了这些孩子的成长 那其实就是像一般的这个爱心奉献一样 我们会这次我们是采取相当的安静的一个做法 但是请各位就是知道了 真的有这个有时间的话就到我们的原型柜台 在一楼大厅的原型柜台 你可以索取一个爱心捐款信封 那这原型柜台旁边会放有一个爱心的奉献箱 很简单的你在这个信封上面勾六个单位 其中一个或两个你所要奉献的对象 然后再把信封带弥封以后 我们经过专人的保管 然后这个正式的第三人的这个点收 我们会在12月6号来做一个颁寿 然后六单位的收据将会陆续的来寄答各位 各位那儿 好 看下一张 好 这个12月6号我们再次也邀请各位来参加 12月6号的下午我们会有个下午茶 然后在晚上的时候换场我们会有一个这个比较往年的一个相当具有气氛的一个点灯跟音乐晚会 那我们邀请了天云合唱团 还有就是彭幕会女士的一个喇叭演奏 是相当精彩的一个活动 相信各位走过1970年代1980年代对于天云一定不陌生 所以在此热情的邀请大家 谢谢各位 谢谢 我们谢谢蔡影运长 那我再次再提醒一下 那我们这次募款的活动的期间是在10月26号到11月30 圣诞点灯的晚会将在12月6号在我们办公大楼的一楼举行 请各位诸户可以多多的踊跃的参加 那紧接着就是台北101最近非常夯 询问度非常的高 然后宣传了十分火红的德国啤酒节 那我们有请商场事业处的大楼的行销 李亚平总监为我们来介绍 谢谢 各位祝福朋友们大家晚安 谢谢大家今天播空来参加 让我短短五分钟介绍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整个大楼里面 大家应该看到很多的宣传物 可能没有办法想象上欧洲风味加年华 跟这个德国啤酒节大概是什么样子 我也可以看一个这个影片 那大家就会比较清楚 专场的时候 谢谢大家 OK 好 那个听完那个FREDA刚刚的这个爱心活动呢 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来狂欢一下 你一看到这个活动 你大概就知道这个活动非常非常的好玩 那其实这是集结我们第一次 这是我们今年算是第二次 这去年耶诞市集跟台北市政府合作之后呢 那市府觉得非常的成功 所以他们这一次再跟我们合作 这个欧洲风味加年华 那这是市府的一个美食活动 目的就是要宣传这个台北市 你在台北市就可以吃到全世界各地的非常好的食物 所以这一次我们这个场域是欧陆场域 美食活动的一个欧陆场域 那里面呢我们集结了来自12个国家的欧洲国家的这个美食 除此之外呢因为现在是10月 全球最热门的活动就是所谓的十月节 十月节是什么 就是Octoberfest 就是德国啤酒节 大家知道这个德国啤酒节已经非常非常有名 在欧洲也好 而且在香港新加坡都办了很多年 非常非常成功 那去德国啤酒节要怎么吃 其实这是我们 接下来就是大家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菜单 现场呢你就是进去之后你可以点这些餐 我们有套餐 然后也有单点的餐 那另外呢这些是单点的餐都可以点 那么现场我们有分大帐篷区 以及这个小帐篷区 那大帐篷区就是我们玩德国啤酒节的地方 那么小帐篷区呢就是我刚刚讲 欧洲12个国家的地区 另外还有互动区 就小朋友来 我们有欧陆的小火车 还有旋转木马都可以去玩 OK 那你看到这些这个小帐篷的美食 你可以看到我再来介绍一下 各位的地宴上面都有 就是有这个所谓的英国的料理 英国奶奶 还有西班牙美食等等 还有希腊啊荷兰啊 这些都是非常你平常在外面比较难吃到的 这样子特殊的一个食材 那另外还有一些公益活动 我们这次就跟世界展望会合作 你当天呢我跟你们说 你们捐100块钱 我们在因为我们在办吃的活动 那我们当然同时也要去帮助 世界上饥饿的孩童 所以我们这次跟世界展望会合作 那您去现场呢可以就是捐赠 100块钱我们就给你一个抽奖券 那你如果呢穿的很就是德国或是欧洲的传统服饰的话呢 就可以额外获得一张抽奖券 那这是非常非常特别的 你可以抽中那个台北欧洲来回的机票 那这个是非常难得 那你就要穿着当那个那个腊女郎的样子 那如果衣服不够在哪买 我有 我可以借你们 可以跟我讲 那我可以借你们 我们现场有租借的 还有那个combo套餐 就是听说是说 可以让你就是穿着这个德国服装 在逛园区 让逛半个小时250块拍照这样 很不错 那你想要真正体验这个欧洲风味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整个活动的氛围 都很非常非常的有欧洲的风味 那另外再来呢 你怎么玩 这个很重要 就是第一个我们有所谓的美食smart card 这个美食smart card呢 它可以在这个我们的小帐篷区 可以买东西 然后可以玩 然后也可以玩游戏 那么同时呢 同时它也可以在大帐篷使用 但是在大帐篷 我们德国啤酒节有特定的时间 每天的晚上6点到10点 6点到10点 甚至到11点 那就会带大家真正去体验 这个德国啤酒节的一个互动 一个这个表演 那所以呢 当天晚上一个人 每个晚上是一个人低销是2000块 是要买票的 您可以就是上网 订票 或者是直接找我们 这边 行销部这边的人 找我这边都可以 或是101的同事 好 最重要的就是 再倒数两天就来了 OK 10月26号 星期四的晚上 是我们的好朋友之夜 101 Friends Night 那这个晚上呢 记得凭你的租户卡 一人可以带四个好朋友一起来 因为好朋友之夜 只有你们才可以 才知道这个消息哦 所以你们记得要在租户平证 租户卡 然后呢 进来之后呢 我们会给你们记上特别的识别 然后你才能进场去体验 那这个是特别为我们的好朋友才开放的 所以当天一定要来 那既然大家是好朋友 在这边的 又是更好的朋友 所以我今天晚上呢 就特别的邀请了 温德的主厨 温德就是我们演绎这次大帐篷的这个主厨 那个Michael Wendell先生 那他今天来跟各位分享一下 介绍一下这个 温德餐厅是台湾票选最大 最第一名的德国餐厅 那这一次我们采北101 是跟温德一起合作 那我跟请Michael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嗨 你好 大家好 晚安 应该有一些人 有可能有听过那个啤酒街 有可能去我们的餐厅坐过了 所以我们这次我们就很感动 跟101一起合作 啤酒街在台湾做得更大 我们已经啤酒街在台湾做 这年是变成17年的 所以我们已经的很多的 history在德国200多年 在台湾17年 都加在一起 我们的服务生 我们的菜 我们的菜 我们的主角 我们的啤酒都是进口的 包括桌子 椅子 杯子 都是从德国园长进口的 所以我们一定给大家一个很 调底的台湾 我觉得应该是一定是最到底的 德国啤酒街 啤酒街这个什么 在德国很久之前 这是在我们的过往的结婚的 上班 有可能很累去地下一楼吃饭 所以现在可以在外面 吃一个很调底的德国的菜 一个主角跟一个啤酒 才500块 500cc的啤酒 美食卡就可以用 对 美食卡就可以用 对 但晚上我都是要买票 2000块的票 包括一个晚上 包括一杯啤酒 每个人他买块2000块的票 还有一个小的礼物 一个马克杯 可以带回家一个 那个 souvenir的马克 好 谢谢 OK 谢谢 谢谢Michael 那我们的政委员 唐凤正委员已经到场 那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 唐凤正委员 以及台北101周董事长 谢谢 那请政委这边可以 先稍坐一下 对 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活动要介绍 请政委先稍坐一下 那台北101我们一直升为是 世界最高的公益平台 那我们这一次的CSR 推出了一个新一波的一个公益活动 也就是同协的募集 那我们现在就是请我们的行政长 来为我们各位来做介绍 大家好 各位贵宾好 唐凤委员好 那政委好 那因为我们现在就是107年 大家就是用爱心做公益 那接续着耶旦的募款 我们是有钱出钱没钱的出力 所以请大家多多支持 那我们现在的话就是用希望捐好鞋 那台北101延续了去年募集同书的爱心 那今年扩大用救鞋救命的计划 送爱到非洲 那我们延续公益无限的理念 将捐助的救鞋方式 那捐助当地的儿童 那发挥我们经济循环的概念 让我们每一双鞋在非洲可以找到新的主人 有新的温度 让爱心回馈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那再来的话 我们救命救鞋的源起 那主要我们是在非洲 有乌干达等国家 它有一种叫做沙爪的虫 那这个虫会从我们的脚趾夹 钻到我们人体体内 会导致破伤风 所以当地有许多孩童婴儿致命 那救鞋救命 它是由救鞋开始 让我们当地的孩子都有机会上学读书 那所以我们以一双不要的救鞋 就可以帮他们抵抗这些沙爪 让他们能够健康的长大 在这个协会是社团法人救鞋救命国际基督关怀协会 那我们配合的这个组织团体 它是在2014年成立 那在台湾是有我们青年宣教士杨佑任夫妻 他协同多位的年轻基督教朋友 一起共同发起的活动 那不管是在非洲以NGO 而且还会协同加拿大的那个牧师 在非洲当地他用送救鞋 送书包盖教室的方式 建立社会企业 那我们所募集的物资 会先透过志工的整理打包 那除去不是用当地的物品 会转正到其他的慈善机构之外 那会将资源优先送到第三世界国家 那他可以改善当地的生活饮水教育 就是卫教方面 那可以成立一个自立的社区为目的 那主要这次用希望捐好鞋 那我们在大楼租户这边 我们的主要目标是500双 那我们这次募集的部分是12岁以下 那主要是24公分内的铜鞋 那因为当地的铜鞋 这次募集的铜鞋主要是要走那种 左下角那种泥烂地 所以大家不要就是捐赠像高跟鞋 有开口或者是凉鞋拖鞋等 那我们可以捐赠的方式 就是有铜鞋就是包鞋 或者是运动鞋布鞋等 那主要这次需要大家协助的地方是 那当我们要捐赠的铜鞋 可以先做外观的铸鞋 那再做清静 再去一定要晒太阳 那再把两双就是捆绑在一起 那主要这次募集的部分就是我们大楼租户 那我们宣传就是现在开始 募集地点会在11月的最后一个礼拜 下午的2点到3点 那我们台北伊林会出具制工 在募集地点等待大家的捐献 那募集地点会在大楼一楼的松资跟信义侧门 那以上请大家共襄盛举 谢谢 谢谢 谢谢蒋行政长的介绍 那我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 祝福朋友们 各位贵宾 让跟我们一起在台北伊林 然后把我们所有的爱送到非洲去 所以我再提醒一下就是 同学募集的期间是在11月27号到12月1号 在我们的一楼松资手扶梯的前方 请各位可以多多的踊跃的参与 那接着我们活动就是正式的开始 我们先请台北伊林的大家长 周德宇周董事长上台为我们致辞 大家好 晚安 很期待每一次平均一季我们会见面一次 但是这次新面孔还蛮多的 这个肯定就是我们这个唐凤政委的号召力 粉丝群不太一样 至少分得出来跟那个鼎泰峰的杨董事长的 那时候的粉丝群不太一样 那唐凤 唐政委有很多惊人的事迹 但是已经都是过去的传奇 我们现在正在见证一个政府改造的传奇的过程 刚刚我们比较早的前面一段 包含我跟陈总经理跟这个Audrey跟唐凤政委 稍微聊了一下 每件事情都让我们嘴巴这样子 就是有很多世界上发展的趋势 包含即便原生在台湾的数位化的一种改革 其实都在发生 我觉得我们今天上了年纪的人要很忐忑 我们是不是落后太多 那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在这个交流当中 问对的问题得到很有启发性的答案 那今天绝对是超值值回票价 一定要庆祝一下去德国啤酒节 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Audrey能够用怎么样的方式 看到问题 改造 而且这些工具是什么 觉得我们有太多可以学习的 我们是不是热烈的掌声 欢迎Audrey谈 各位谈个人 真的很高兴能够来这边 然后也感谢刚才董事长的介绍 其实你的 等一下哦 要克服的 我们可能要切换那个Source到PC这边 对 好 那其实大家如果有在网路上看过一些我的演讲的话 我演讲是没有主题的 所以虽然大家看到那个题目看起来好像叫做这个 什么如何做数位政府之类 其实我并没有一定要跟大家讲什么 有一些 有一些简报没有错 但是呢 其实这个是我们叫做CrowSource 就是说 我要讲什么是由大家来决定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手机的话 可以连到这个网站 slido.com 那到了这个网站之后呢 它会让你进入一个Event Code 那这个Event Code就是今天的日期 前面加一个0 01024 那再进入这个网址之后呢 它就会实际的 你可以看到一个类似像留言板 这样一个地方 那如果已经进去的朋友 可以打声招呼 写个Hi 或什么之类的 那你在送出的时候可以发现说 你是可以选择匿名或者是剧名的 就slido.com 进入01024之后 你可以enter your name 那大部分的朋友呢 其实是会是匿名的 我们发现说剧名的朋友 问的都是一些很polite 很这个 对 有一位Ashley 她就剧名了 我问的这个 讲一句话就是很polite的问题 那但是如果你有什么 这个很有挑战性的问题呢 你也可以完全匿名的 来做 然后呢 如果你看到有问题 你也想要 想要按个赞的话 那这个问题 就会浮到比较上面 比方说现在有这个是一个赞 它就是会浮到上面 那所以呢 在我待会儿讲话的过程里面 最新的问题 会从底下 这样子冒出来 大家觉得最赞的问题 会浮到上面 然后呢 这整场讨论 就完全会由上面的 这一个 大家所想听的东西 来决定 那所以说 如果现在大家没有手机的话 当然有两个办法 一个是把你想问的问题 告诉隔壁的人 请她帮忙输入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你就举手 或者不举手也可以 随时打断我 我们就直接 开始一个conversation 那我觉得这个format 其实是我自己 最喜欢的一个format 因为这个才像是 比较像是一个交流 然后如果大家都按 同一个问题赞的话 那我也知道说 我同时回答了很多人的问题 大概这样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哇 已经有20位朋友 包含Jeffrey Grace Angela Purple Cow 以及一些匿名的朋友们 已经 已经上来打招呼了 好 那所以在大家还想 在想 有什么问题可以问的时候呢 我就先放一些 有一位朋友 你看马上问问题了 就是说 是不是这个平常 我们也能用 对 对 这个是free of cost 就是如果你想要 开一个event的话 你就到slido.com 然后按create event 就可以了 那它是一个freemium的一个model 那你付钱能够换什么呢 就是旁边可以打一个logo 如果没有这个logo的话 它就是slido自己的logo 那除此之外 没有什么差异 所以大家平常在run event的时候 我们自己行政院内部开会 好比像说我去青年署 或我们做一些跨部会的会议 其实呢 就会发现说 如果你一个部会 来了两三个人 只有长官会讲话 除了长官之外 旁边的重视很好的主意 他就是D纸条给他的长官 可是有时候呢 如果那个会议排得不太好 他离长官太远 那这样他想到什么 其实是 就没有办法讲的 是非常非常可惜的 那但是当我们 这次在行政院里面 就开启了slido之后 我们就发现说 上面就出现非常多很好的意见 而且因为是匿名的 大家不故意担心被敲后算账 所以很多长官就觉得 这个 原来同仁面有这么好的意见等等 所以 就是说我们实际在行政院里面 部署这个 现在几乎每一两天 我们就是用这样方式来开会 来brainstorm 那这样子其实它 已经改变了一个 好像 只等低的人不能讲话 只等高的人才能够讲话 的这个问题 有一位 有剧名 但是他剧名相当于匿名的一位朋友 叫做nobody 这是一位没有人 这位没有人问说 这个是不是有资安漏洞的问题 这是非常非常好的问题 我们用的数位工具分成两种 一种是内部使用 一种是外部沟通使用 像slido是被我们界定在外部沟通使用的 就是说本来会来这个meeting的人 就是有external stakeholder 就是他本来就不是公务员 那我们虽然是跨部会 其实我们是跟很多朋友们一起聚焦 来讨论问题 像最近大家可能有听说 就是我们要跑去澎湖 用这一套方法去讨论 那边到底要不要 化设一个完全禁于区的问题 那所以我们一开会 就是这么多人 那包含这个主要的所有相关的部会 那以及海巡署的某一位专家学者 用个人身份参加 然后以及一些相关单位等等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本来这个会议就是直播 然后本来这个会议就是 会有外界的人参加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一类 就是external tools 它不是行政院自己内部 在资安机房run的 但那也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会放上去的东西 本来就是大家都可以知道的事情 所以我们只要知道是https连线 然后它没有被中间拦截篡 这种最基本的资安需求就可以了 所以像我们常用的这个realtime board again它也不是行政院自己开发的 但是我们在这种对外沟通的部分 它非常好用 因为我们就可以一次去把 大家到底要讨论什么问题 这些讨论问题到底有什么解决方法 这些解决方法会碰到什么挑战 其实如果大家是做ideation 或者学design thinking的 这个没什么嘛 这就是design thinking的一部分 但是我们在政府里面导入的时候 就发现说 这让大家每一个加入的人 都是在一个平等的位置 而不需要等着谁去才是 大家都可以contribute 他的facts 他的feelings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特别容易去聚焦到一些 具体可行的解决方案去 那像一个很经典的例子 就是在5月1号 有一位朋友 他在我们的join的联署平台上面 提了一个联署叫做 报税软体难用到爆炸 在这边也许有朋友当时也有去联署过 那对 那因为如果你是用Mac的 那其实我们这些用Mac的人 或用iPad的人 我们对使用者体验的那个需求 每天都在上涨 因为每一个新的app 每一个新的版本 都在让我们的user experience 变得更顺利 当然别的做系统也做得很好 那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从这种朋友的角度来看 政府的报税软体它其实没有变 它一直都长一模一样 都是Delphi写的 然后这个几十年如一日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其实大概是更忍受不了 那种报税软体感觉 不好的感觉 那在以前呢 可能就是被 就是发现问题的人 就被解决了嘛 那但是在现在 因为我们引入了这个协作的概念 所以我们就实际去 让这位complain的这位朋友 这些连署人 我们实际约进来 然后约进来之后 我们就发现说 其实它的不只是 它的online的experience不好 它的offline experience也不好 它的使用者学习的成本也很高 所以我们就实际做了一个 service design的一个challenge 就是说我们如何 短期合约许可 长期经费许可的情况下 协助Mac报税使用者 能够让报税做得非常好用 本来这个wedding还要说 这个报完税心情会变好 后来我们讨论一下 报完税心情不可能变好 你不要变更差就好了 那所以当然这个 我们要有量力而为了 所以至少都觉得非常好用 然后我们就去 从收到宣导 询问满意度 选择登入方式 检查plugin 所有这些部分 都去做盘点 然后画了一个user journey 那这个情况下呢 其实大家就发现说 解决方法很简单 就是我们开一些design workshop 大家一起把这个 使用者经验重新设计 然后呢 结果他们这些 这个被想象成报名的朋友们 其实到最后turn out 他们都是user experience designer 然后他们自己都是专业的 那比公布门懂很多 所以他们这些老师们就 我们称他们老师们就进来 然后我们开了四五次工作坊 重新设计了这个报税软件 所以到明年报税的时候呢 可能windows还是旧版的 但是Mac跟Linux 就会变成很顺利的一个 新的跨平台的报税经验 所以今年呢 如果大家有听说 用Mac的人要去跟Windows接电脑 明年可能是用Windows 要去跟Mac的人接电脑 在体验这个 新的报税的experience 所以大概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去把大家本来感觉上 是对立的东西 变成是能够汇聚的东西 因为朋友问说 How to facilitat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rocess for SMEs in Taiwan 这是great question 其实台湾的SME 以全世界的角度来看 其实已经算是比较digitally enabled 我去 我有一阵子待在法国 差一点要去他们那边 去当类似社会政委 但是后来被找回来工作 那在他们那边 他们要解决的问题是 SME很多连email都没有 所以当我们在讲 Digital transformation的时候 我们可能要了解到说 其实台湾已经是一个 由于地形的关系 Broadband access 这些东西 其实是相对容易的 而且也因为 就是大家都有这个长辈 或者是有晚辈 需要靠line来打招呼啊等等 所以mobile penetration也是异常的高 几乎是世界第一高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去做 Digital transformation 我们至少在第一步的这个 进入障碍 就是接取上面 其实已经算是解决了 这是一个 unfair advantage It's true 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 如何让数位化的东西 被看作是节省人的工作 去让风险降低 那其实让SME的朋友们 这个想法是非常简单 它能够节省风险 它能够节省人力 那就是好东西 不管你叫不叫它Digital 还是你把它叫做OA 叫做什么东西 都一样 它是相同的 那但是呢 当我们在导入Digital的过程里面 我们就发现说 以前 当我们说Digital 但是还没有说Transformation 我们说数位化的时候 往往呢 想的是说 我现在公司有些 值本的流程 有一些人工的流程 我们把它变成电子系统 我们引入ERP 我们引入一些东西这样子 但是呢 其实我们在数位化的过程里 我们就发现说 当这些东西数位化之后 它可能系统跟系统之间 可以自己串接起来 有些analytics 可能根本不用人来做等等 那这一方面 其实大家就是在用了之后 才会发现 原来可以这样用 所以我觉得这个 就是early adoption 这个非常的重要 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觉得某一个东西好用 那其实就小规模的去试验 就去用它 像Slido这种freemium的东西 它根本没有任何risk 你就导入就是了 要是不work就不work 那又怎样呢 对 所以就说这种process improvement 我们是叫做cheap and cheerful 就是你导入的时候 不需要什么成本 如果有好处的话 它也不会consume 你额外的maintenance的人力 那当一些这种小东西 慢慢慢慢加起来 到最后就发现说 我们的working process就改变了 因为这些小东西中间 它可以用自动化的方式 去分享资料 去分享pipeline 它不再需要有人去shuffle 就是paper pushing 这样子 那这些东西在你导入 这些小东西之前 其实是感受不出来的 所以其实我们政府内部 也有一点像是这样子的感觉 大家看到很多的数位服务 其实在之前就是 你要林贵办理的改成 可以到网站上办理 但是你林贵要跑四个地方 你就是要上四个网站 你还是要填一样的资料填四次 林贵至少还可以看不同的风景 可以认识不同的人嘛 但是到网站上填相同的资料四次 感觉就是相当的不舒服不方便 那虽然总时间是简短 但是体验是变差的 我们不断的在 User Experience上面感觉到这一点 那所以说 我们现在在做Digital Transformation 在我们院里面 这样一个概念 就是所谓的Governance 那这个概念 其实我们在做政府数位化的时候 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说 我们不是只是做电子化 我们只是做电子化的话 如果只是看所谓的电子化政府 台湾这个排名是非常非常好的 我们不管是法尊 这个SOA Service Online的Percentage 是有没有人来用 另外一回事 但是至少Service都Online 这个部分真的台湾做得很好 那大家可能也知道说 之前的那个 它的Focus是所谓的Open Government 包含有多少资料是Open的 包含Government as a platform 然后有做Transparency跟Openness 这些部分其实台湾也做得不错 但是我想这些东西都没有解决 我刚刚讲的Last Mile 就是Constituent Value 因为大家在报税的时候 如果觉得不顺 谁管你后面有多Compliant 多Transparent 对不对 那最最重要的 还是那个感觉要好嘛 但是感觉好 就不能只靠政府来做 所以我们就要发展 那Governmental Channel 就要让所有这些专业的Designer 专业的这些做Service Design 这些朋友们 实际进来到每一个Department 然后用所谓的新的KPI 所以我们就 像我进来之后 我就再也不去追 有多少的资料集 是Open的那个KPI 那个KPI 也许一开始有教育意义 但后来发现是有害的 因为当你去算 那个资料集的数目的时候 有些部会 就把一年的资料集 切成12个月 然后它就有12个资料集 KPI就达成了 有12倍 1200%的成长 但是就是没有意义嘛 但是我们现在在问的是说 你有多少Service 是Data Driven 有多少 好比像说你到护政事务所 做人别确认 那这个时候呢 它可以帮你办护照 或者帮你办自动通关 那但是呢 这个后面 如果还是靠公务员 实际像旅行社一样去跑 这个业务的话 那只是把本来旅行社的业务 转嫁到公务员去做而已 工作量并没有下降 但是我们把它变成Data Driven 就是说从这个内政的这个Cloud Service 直接接到官务署 或者直接接到外交部 直接接到这些其他地方 那所有这些地方 它就是所谓Data Driven Service 人工的程度才会下降 那第一线的护政人员 不用跑这些事情 他才多一些时间去做 照顾大家的感受的Service 所以我们现在的目的 就是所谓的就是前台一致 然后后台用API的方式去做整合 那我们要这个慢慢慢慢做 才能够一直到所谓的Partner Sourced 然后Truly Multi Channel 所以我也不会打高空 通常我们在院里做简报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现在就在这里 我们还没有做到Digital Transformation 我们现在在做的都是Digital Transformation的 预备工作 等到各个部会都习惯了 这样子一个流程之后 新的Transformation 新的Synergy 它才会有可能发生 那可能是在两三年以后的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把Data Centric 这一部分把它试着做得比较好 那有位朋友问说 评估台湾的数位优势 在区域间 这边讲的应该是亚太 还OK吗 应该要如何切入这个优势 我想这个优势要分成很多个方面来看 第一个是说我们的数位的素养 就是所谓的Literacy 是非常好的 这里在讲的不只是说 大家都有Social Media的账号 的这个程度的Literacy 要讲的也是说 大家对于在线上的言论自由的坚持 在线上看到一些不实的讯息的时候 自己会去做一些Critical Thinking 会去做一些就是第二次的查证 然后不会跟着谣言这个起舞等等 所以像在有一阵子 有所谓的不实报导的这个Epidemic 那当时在国际上 事实上是非常的轰动的 因为那时候是一些Social Media 加上Mobile的这个设计 让大家一看到一个图片 因为当时尤其是脸书 特别注重图片 别的也一样了 你一看到了 然后被动员一个义愤天鹰的情绪 或被动员一个什么情绪 它让分享变得比你看完还要容易 所以就是看不到第二段就按分享了 那这个时候就造成一个 类似像流行病学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就是说你还来不及消化 网路上已经转过一波了 转过一波之后就形成一个成见 那接下来大家看到第二段 原来事情不是这样子的时候 这个东西的声音已经比较出不来 大概已经形成一个偏见 那我们要解决这样子的问题 除了当然要靠一些 就是UI上面一些调整之外 更重要就是这个乐听的大众 不要有一种 我看到用印刷字的字体 我就相信的这种感觉 不要有一个好像用一个 很权威的老师说的声音 我就服从的这个感觉 那这个尤其在亚太地区 其实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民主的这个素养 已经到一个说 不会是这件事情 因为是唐峰讲的 所以你就相信的程度 大家脑底还是会想说 真的是这样吗 那这种critical thinking 也就是我们在新的课纲 就是十二年国教新课纲里面 为什么我们把那个 资通讯素养融入教学 跟媒体试读 是放在同一个basket里面 就是说我们以后知道说 其实老师已经不是 学生文艺的资讯来源 可能不是主要的资讯来源 可能不是百分之五的资讯来源 可能百分之三的资讯来源左右 这样 所以老师的角色在改变 那老师在台上讲 底下的人都在wikipedia上fact check 所以 对 那这种情况下 老师能做什么呢 就是跟学生一起学 一起去学说 即使是维基百科 你也要看他的编辑历史 你也要去看说 他有没有有他的attribution 也要去看说citation是怎么做的 有没有被人改了 什么之类的 所以老师可以跟学生 一起去做媒体试读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就养成一批公民 就是大家就不会觉得说 是因为谁讲的 所以我们就听从 那这个才是真正的数位优势 就是我们在运用 新的科技的时候 我们不会觉得说 这个科技是最潮的 就是第一名的 跟不上就落伍了 的这种非常硬式教育的想法 然后就盲目地去追随什么 可能到最后不work的东西 而说整个社会是非常diverse 每个人觉得自己有信仰的价值 要去做的事情 但是又愿意分享 那这个东西 其实是台湾非常非常可贵的一点 然后也是很多新兴的 东南亚的民主国家 他们常常来跟我们学习的一点 就是说我们怎么在民主的过程里面 让社会不是更分裂 而是更收拢 对 那所以像现在 不管网络上任何朋友 已经基本上没有人相信 唐峰会用GPS监控游行群众了嘛 那但是 对 对 但一年之前是 还是有人这样相信 可见 就是说我们这个 immune system 这个所谓谣言的这个 自体的免疫的这个系统 其实真的是相当好的 素养真的是有在 OK Right Anyone don't know what SMEs like me OK It's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就是中小企业 那我们在经济部 事实上现在有个中小企业处 就是专门做中小企业 那他们接下来可能会变成什么 中小级初创企业 就是连startup也放进去 就是所谓微小企业 那但是其实不管startup small还是medium 它的重点还是它是很nimble 它是非常迅速非常敏捷的 所以我刚才说 是最适合导入这种 chip and cheerful的process 因为当你变成大企业的时候 事业体跟事业体之间的coordination 变得比较重要 但在中小企业的时候 比较不用想这件事情 这个时候就可以去做一些 这样子的try Christian说Hi 有位朋友问说 US的login.gov 国内可能推动吗 这个可能要解释一下 login.gov 它是一个单一登入的一个网站 那它是由任何这个 美国的各 它是联邦政府18F做的一个service 那它就是希望就是每一个部会 不要自己再去做帐号密码 忘记密码整合登入这些东西 因为这些在资安里面是最无聊的 可是也如果做错了问题最大的 的这个部分就是login的部分 所以他们做了一个整合的登入系统 其实在行政院里面 我们自己就是作为公务员 我们已经有一个singlesign 然后呢这个部分其实在gov.tw 就是mygovernment里面 其实也已经有一个egovernment的登入 就是所谓的我的e政府的这个登入 那现在的问题是说这个登入 它实际在提供使用的 大部分是一些地区性的 然后他们没有自己的资讯预算 所以说就会用中央的系统 但是呢其实六读 或者是比较有资讯预算的一些部会 他们目前也都会做一些 自己的登入的这些系统 所以目前呢事实上在台湾 可能是比较各自为真的情况 这个是真的 那我们接下来的一个方向 大概就是说 我们会希望说 一开始我们没有办法 完全把它就是统一起来 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去做整合 好比像说它的UI 它前面长的样子 还是各自想要长的样子 但是它后面的这个login的流程 这个我们叫做oos的这个flow 它是可以由我们技术上面 是可以由就是我的e政府 这边来统一去做的 那这里面有几个challenge 一个是说我们这个service 它必须资安上是非常非常secure 非常的robust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大家也要习惯说 在线上大家可以用 好比像说自然人凭证 就不是非常非常好用 因为现在大家都用像我这种iPad 其实自然人凭证想插卡 也不知道放哪里这样 所以就是说你要先接触 先解决这种就是 非接触式的卡片 或者完全没有卡片 它直接去绑了这个 这个机器上面的enclave 或者是之类这种 所谓云端登入的这样一种 概念 那这些不管是 生物识别云端登入 还是这些东西 最重要的还是信心 如果大家没有trust的话 其实根本不会来用 政府提供这个服务 可能宁可用Apple Pay 或其他的这些服务 对 那反过来讲就是说 政府如果能够proof说 大家在使用这些服务的时候 不但政府是有proper audit 甚至你也可以看到说 你的登入资料 是怎么样被使用 这就是爱沙尼亚 所谓的my data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大家对政府的信心就会加强 所以我目前就是请内政部 他正在推动 我们可能知道说 身份证 他们正在规划 一年之内要做出一个换发 就是身份证跟自然人品证合一 的这样一个概念 所谓晶片身份证 但是并没有要 把任何别的东西并进来 也没有要放什么生物特证 他就是 他就是身份证跟自然人品证合一 那这个东西 包含之后跟行动载序的整合 这个我就是特别请他们 再多做社会沟通 再多做可能至少六个月 就是让大家 不但是能够参与卡面的设计 像他们有办一个 这个文化部的一个协办的一个 大家一起来设计卡面 这个不管最后 没有晶片都用得到 就是大家一起把 真份证都更漂亮 更重要的是 把这个过程的这个资讯流 自己怎么知道 自己的资讯被使用等等 这些confidence的这些 信任的建立的过程 都让大家进一步的能够参与 他们也有办就是 公民审议的工作方啊等等 但是我想他那个触及的人数 还是不够多 所以我们接下来会更多的时间 去做公众沟通 才会去推 像这一类的infrastructure change 总是大家信任到一个程度了 我们才会推这样整合的服务 我们绝对不会应推 大概是这样 有一位朋友问说 前瞻计划里面 有多少跟数位化相关 比如说智慧城市 非常好的问题 关于前瞻计划 我们有infrastructure change 它是一个 我们做的一个问答集 那当时呢 就是我前面有一个 类似序言的一个工作 那这里面当然就是在跟大家说 其实我们第一步在回应的 还不是像这位朋友的 这个比较就是 就是就事论事的意见 当时大家在问的都是这一类的 就是不太相信政府的意见 那我们从专业的事物观的角度来想的话 他们当然宁可回答说 我们有多少预算 或者有多少政策脉络 具体的有 到底数位建设里面有哪些项目 甚至是放在哪里 那这些东西当然呢 我们就是实际放在数位建设的这个地方 那包含数位建设 它里面的所有的分项建设 我们都可以一个一个打开来看 来打开来讲 但是我想这里的重点是说 事物观当然宁可回答那个 但是当时呢 很多朋友是希望来讨论这个 但是来讨论这个的朋友呢 因为都是从各种不同管道来的 从民意代表 从媒体 从这个院长信箱 从各种地方 所以我们当时就建制了一套系统 让他们只需要回答一次 就是这个是所谓所资的 这个解决的一个系统 就是说 他们只要在我们的一个后台 我们叫做qa.pdus.tw 去回答一次 回答之后呢 他们就会自动去接取到 各个部会的 共用的一份问答集的系统 所以当时像我们发言人去 这个脸书直播上面 底下的朋友们会一直问问题 那这个版主呢 就会一直贴这个问答集里面的一些link 因为大家问的都是类似的问题 那他就可以一次的去回答 所以像这种问答集 它也是有效的去 让谣言能够不会散播的那么快 至少让回答能够散播的跟谣言一样快 那所以 这个部分也是很重要的 那至于就是说 当然这对搜寻引擎排名也有帮助 因为每个是一个自己的网址 所以当你打 就是就是 为何不用一般预算的时候 我们的也会冒在上面等等 所以当时做了很多这样子的工作 那这边具体回答这位朋友 就是说我们在前瞻里面 其实只是我们整个DigiPlus方案里面的一部分而已 我们整个DigiPlus方案 其实是一个八年期的方案 那当时呢 因为 当时呢 因为是前瞻计划是说 我们编列的是 主要是以资本左右 就是所谓资本投注的经费为主 所以我们就是把里面所谓资本投注相关的一些经费 所以通通都放到特别预算里面 但是我们用公务预算还是继续去做同样的工作 所以它不能够跟别的东西切开来看 它就是在整个数位国家创新经济方案里面的一部分 那所以在这里面 这些就是所有的细项 如果敢有兴趣讨论的话 我们可以打开任何一个像民生公共物联网 或智慧城乡这些来讨论 不过我想先讲一下 我们在编DigiPlus的时候 因为我们先是 我们先编了DigiPlus 后来才有这个特别预算案 所以我们是把里面的就是资本的部分过去 所以我们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蓝图 刚刚我们讲的是说governance的部分 是我们要透过引入这些data centric的governance 让我们自己的智力变得更容易 那另外一个当然是刚刚其实也提到的 就是所谓宽品人权的部分 大家都在偏向在任何地方都应该有宽品 那D跟G这两个部分是政府责务旁贷 那这两个I就是创新跟韩荣 韩荣就是他我们如何让最后一里 也能够去充分地运用数位机会 数位资源 这些东西 这两个部分呢 政府是在这个方案里面 正式去说说 我们不擅长做这个 我们希望民间来领头做这个 那这个是一个 我们在治理上的一个相当大的一个转变 我们在innovation这边 我们当然去推了一些法案 像公司法对新创 接下来会相当的比较有利 我们马上就会送到立法院了 像那个外国人才来揽财方案 这个目前已经看起来就是过了 对 那然后像金融创新实验条例 看起来也差不多了 就所谓的金融沙盒 那所有这些概念就是说 在一个沙盒里面 运用就是cross discipline的一些人才 大家想出一个做法 然后会违法 但是违法没有关系 你有六个月的时间你可以违反法规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 try to一些model 整个社会都知道这是一个好主意之后 其实各部会的朋友们 就可以运用这个方式去调整它的法规 所以等于是说 让民间的创新带着政府前进 而不是好像政府要去规定说 民间一定要用什么方式做创新 那我们不会只做fintech fintech是已经到立法院了 年底我们还会把 无人载具的sandbox 也送到立法院 那为什么叫无人载具 就是因为 现在大家可能知道有所谓VTOL 就是它开一开是计程车 然后就垂直起 这样就变成飞机了 对 那或是说 就是无人船 但是它也可以上路 量器船等等 就是说它未来的那个transportation的mode 是我们没有办法预测的 所以我们就不要预测 我们就是说任何地方政府愿意 它画出一块区域 外面有明确表示说 当你踏进去之后 你就是跟这个新的物种 这个第一类接触的时候 那大家就会比较学会 怎么跟无人车这种 感觉上就是新物种的东西相处 那从警察的角度也看 对啊 你可以领检啊 蓝榻它它会停啊 可是里面没有人 你要领检谁 像这种情况下 其实就是整个社会要学习 怎么去沟通 如果我们是充KPI 就是说各地都有 那其实大家一定会不适应 一定会反弹 但透过这种沙河的区域实证的方式 也许第一批上路的真的只是巴士 或者是货车 或甚至是三轮车 为什么不行呢 就是说每个地方的社会环境不一样 我们当然可以做不同的创新实证 所以我们这整个目标 就是说让大家来告诉我们 要去做什么 所以这里面呢 也有一个就是DigiPlus里面 一个计划 叫做sandbox.org.taiwan 那这个想法就是说 任何的创新的法规 你只要有疑虑 就可以打电话到某个0800 但它也有一个 它有一个线上的一个窗口 然后呢在这边呢 就是政府会去帮忙去做韩式的一个解释 那我们国发会美临主委有一个宣誓嘛 就是说如果母法没有说不可以 子法没有说不可以 那就是可以 即使之前的韩式说不可以 我们就来检讨这个韩式 然后把它松绑掉 所以但是哪些韩式要优先检讨 就是上这个网站 然后你说要优先检讨这个 我们就开始就先检讨 那后来检讨到后来如果发现说 真的有些法规你真的不可以 那这样我们就来美合 哪些地方政府愿意让你先试试看 那我们就在这方面去做一个 创新实证的沙盒 所以在Fintech跟无人载具之后 第三个可能要推的 就是所谓的General Purpose Sandbox 就是我们就不再挑主题了 任何东西你提出来 我们就来try 然后就来进行法规挑释 其实我们在大陆法系里面 大概大陆法系的国家 都开始往这个方向去移动 但我们算是亚洲算是相当快的 这样子 所以这个Sandbox 我觉得就是innovation 这个概念就是希望民间 来带着政府去做 那同样的inclusion 这边也是一样 我们了解到说 政府要去deliver一些service 它可能deliver 然后在地也收到了 可是它不会让在地 有更多的连结 那最classic 就是在救灾的时候 我们可以非常快地 去把一个灾区重建 或者去做一些硬体上面的 一些建设 但对那个地方的人民的 情感的凝聚 对这些东西 其实政府比较不擅长去做 最擅长的反而是 Last Mile的这些NGO 这些公民组织 这些社会企业 可能比我们都懂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其实它应该是partner的关系 不是说政府做了全部 然后大家再来慢慢地善后 而是说 从一开始在规划的时候 就应该让Civil Society 来告诉我们说 应该怎么做inclusion 然后政府反而是去 陪力那些陪力的人 帮忙解决 那些解决问题的人的问题 这样子的一个第二线的角色 那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在空总做 就是所谓的社会创新实验中心 的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整个社会企业的政策 不是唐峰说了算 但是我每个礼拜三 一整天都在那边 那任何人都可以来这边 然后我们就一起去把这个政策 讨论出来 然后让这个形成的过程 所有人都可以参加 大概是这样一个想法 那所以整个社会国家创新经济 大概就是透过这种co-creation 我们做infrastructure 我们做governance 但是innovation跟inclusion 是由民间来做的这件事情 有三位朋友想要知道说 面对世界各国在AI领域的发展 台湾政府目前现阶段的规划 跟未来的发展是什么 非常好的问题 其实我们AI 我们有开过一个strategic review board 就是我们的SRB 那我们的科技的这个SRB 一个特色 就是说我们这个SRB的过程 包含里面所有的简报 所有的就是来讲的专家们 然后所有的我们接下来的action plan等等 它已经全部都放在我们网站上 那我们DigiPlus有一个网站 digi.ey.gov.tw 或者你也可以输入dgpl.us 那个.us没有政治意义 只是我注册一个短网址 它还是会重新导向到digi.ey.gov.tw DigiPlus这个方案里面呢 这边就可以看到我们之前SRB 之前民间咨询委员会 包含我们全部方案 等等的这些东西 那我想我今天不会有时间 去把它主项念过 所以我讲一些大的方向 我们现在看AI的做法 其实它是一个 我们以前都说软硬整合 可是软硬整合里面 还是有一个mindset是说 有些人特别擅长做软体 有些人特别擅长做硬体 那但是软体跟硬体 是用somehow 就是好比上说 有些是以软代印嘛 有些是用硬体去创造 软体的可能性嘛 等等这种方式去做 但是包含最近Google 跟HTC团队 我们有稍微聊天聊到了 就是说其实这个后面 它在imply的是说 这两个是两种文化 好像油跟水 很难融合的这个感觉 但是呢 我们最近看到一些题目 像AI 像VR 像这些题目 它本来你要做这些题目 你就需要各种不同skill的人一起做 不然做不好 因为它在做的是 去把人可能脑里面不假思索 一两秒钟就可以做的事情 它移到人脑外面 可是你移出去之后 到底要怎么样去应用 完全是就是sky's the limit sky's not even the limit 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这个时候 你怎么样去融合软体的这种 所有人都是僵局 没有人是兵 所有人都是可以creative contributor 然后今天做错了 明天赶快改过来就好了 这种文化跟硬体的这个 就是非常有很好的process 然后要如期竣工 然后有非常好的commitment 非常好的纪律 事实上这两种文化是有可能融合的 之前在Apple 当就是有点independent contractor 跟consultant的时候 我就发现说Apple 因为designer最大了 软体硬体都听designer的 所以反而他们软体跟硬体 是在一个很好的一个lock step 的这样一个状况下去做合作 那当然我这边讲的是Cupertino本身 他跟他的供应商呢 另外一回事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是有可能去把公司的内部文化 做成它融合软体跟硬体 中间的一些长处 但是又把design thinking加进去 所以我觉得AI的好处就是说 你做一点点AI 他就已经可以帮你省很多力气 你不需要做到非常深度的 非常高投资的deep learning 他就算只是好比像说 帮忙约这个meeting的时间 其实就有一个叫做x.ai 他有一个这个人助理叫做 就是x.ai 可能叫Ami 还是叫什么Alex 你可以自己取名字 那他做的事情就是帮你看email 说明天几点约在哪里 有没有空等等 但他就帮你自动回信 然后如果对方说 我临时改时间 他说请你告诉我两个时间 什么之类 然后反正他就是有你的calendar 的存取的权限嘛 所以他到最后会全部约定了 地点什么都确认了 driving instruction都有了 才告诉你说 老板这个他就是约在哪里 这样子 那中间其实 这个让人的秘书来做 当然也做得一样好 是一样的 可是如果所有人来做 都一样好的事情 本来就应该机器做 所以AI的意思就是说 像这种也是类似chip and cheerful 就是他只做一件事情 做了之后就省你很多力气 那人的时间就可以去做更有意义 或者是创造性更大的事情 所以当我们在导入的时候 不只是这个流程简化 而是里面我们做硬体思维 做软体思维 从管理思维做创造思维的人 都可以在里面看到一个说 我们各自的工作都省下去一点点 那我们多出来的时间 我们要co-create什么 的这样子一个概念 那所以我是蛮looking forward 就是说更多的硬体跟软体的 这些culture 能够在同一个公司 或者是同一个mission里面 去把它整合里面 因为朋友说 行政院的资安处 负责八大关键基础设施 而且接下来自动安全法 如果过了的话 它也会对这些基础设施 有一些实质的一些权利 那但是在其他的 非关键基础设施上面 其他的部分尚未统筹 国内是不是应该有总责的单位 好 这非常好的问题 我们目前在数位国家 就是数位分组里面 我们其实不完全是 院子安处来做这个工作 我们等我一秒钟 子安在这里 对 我们可以看到说 其实区域联防 或者是说孕育人才 等等的这些部分 其实这些部分 资安处也知道说 不是一个院处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其实大家都有一些角色 所以我想大家看自动安全法 常常就是看到 最后的去audit 或者最后去控制基础设施 等等这些角色 但在后面 其实更重要是说 我们真的要有懂的人 去run这些东西 而在台湾 不要说台湾 全世界这些人才 都是非常非常缺乏的 好 所以就是说 如何有一个好的pipeline 我觉得我们行政院的同仁 非常地讲话直白 供给面培育之人才 若没有出路 也将白忙一场 所以 那当然就是说 我们自动电军 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 培育这些人才的地方 但是因为我入阁的条件 之一是我不接触国家机密 所以我没有可以跟各位报告的 但是 但是据说他们在里面 这个非常的有 每天都有挑战可以面对 然后 但是在这个之后 其实民间自己对于资安的需求 我觉得也会 也会把它带起来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说 这是一个生态系的概念 我们并不是说 我们好像军队里面一声令下说 所有的地方政府 他就要去管那边的企业 事实上也不可能 他们现在并没有那么多的人力 做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会希望说 我们把这个模式 把它做出来之后 我们可以跟我们private sector 比方说中小企业的资安的投资 就是支通设备的这些资安检测的朋友们 以及我们的iSight 会一直去让大家知道说 目前的资安的缺漏的地方 或者还可以加强的地方在哪里等等 所有这些部分 才是顶尖资安人才会愿意留在台湾 因为他会觉得说 我做一些事情 我有social impact 的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我想我这边 另外一个想要分享的 就是所谓主动防护的这件事情 有的时候并不是在等人去盯 就是说我们 像我们自己架的这些 内部使用的东西 就是真的会把公文放上去 而不是slido realtime board 这种youtube 跟大家分享的 那我在这边 因为我没有机密嘛 所以我的workspace 可以直接跟大家分享 好 那这边其实就是我们全部的 最近的工作 然后我们的聊天室 然后有一些 有一些notification 然后大家可以知道 有同人传信息给我 那在这里面其实就是 包含共享文件 包含共享日历 共享聊天室 所有这些东西都在里面 那这台机器就不能被打进来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是提供给所有公务人员使用 各级的包含地方政府 都有在上面去使用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做的事情就是说 我们不但请技服 就是我们技术 技术服务中心 试着打进这台机器 我们也请国外的 就是其中有一个 还是两个 最近才在HECON拿到 就是全世界的那个资安的大奖 然后才被这个总统召见的 的那些朋友们 让他们来打这套系统 然后打进来的过程里面 他们就会去做各种那样的分析 因为这是一个open source的系统 它整个原始码都是开放的 所以他们就不只是做试着攻击 他们是分析那个原始码 去看有没有什么漏洞 所以在这个review之后 他们找出一些小的漏洞 但是呢不是非常严重 然后也都全部解决了 然后也回馈到国际社群 所以我们在被这两个很强的团队 打完之后 除非有功力比他们强的啦 不然基本上应该是打不进来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也secure了我们的这个infrastructure 那在里面跑的每一个application 都不需要太安全 因为这外面的这一层sandbox 这是为什么它叫sandstorm 是帮忙解决了这个 治安上面的顾虑跟问题 所以这个的结果就是说 我们年轻的公务员同仁们 都投入了这些自由软体的开发 然后呢你就会看到有一个 叫做便当的系统 那这个系统它全部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在行政院附近 我们午餐费大概80元左右的 所有的这些午餐店的 我们把那个它的菜单拍照上传 然后大家每天在吃午餐的时候 实际在上面去订便当 对 然后团购啊一些东西 就可以在上面使用 那这就是我们 我们事实上我们公务员自己写出来 然后自己contribute 到这个国际的open source community 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很好啊 它解决它的问题嘛 对不对 然后也不需要这个绕着办公室 尤其我们现在在院里有三个地方 一楼三楼要跑上跑下的 大家可以实际这样子订完便当 便当就送到了 还不错 对那所以就是说 当它开发这些的时候 它就只要写功能 不用去讲自然上的顾虑 所以这边讲的是说 我想总责单位这个概念 它要分成很多的层次谈 法规的解释或者各自法的解释 那些各自都有总责单位 这个security protocol的建制 那这个当然是有一些资安的联防 但是其他的部分我觉得还是要 大家都有这种主动式防御的这个概念 就是当你在导入新系统的时候 如果你有任何疑虑 你就请专业的白帽来打 打完之后大概一定被打下来 但是这样子这个之后 通力比他们差的就很难打下来了 大概是这样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部分 我们表定到几点 其实已经到了 大家应该都还蛮想听一下下 OK 好啊 那我现在可以 没有 我后面没有行程 所以 我不知道这个场地可以到几点 场地可以到几点 其实以政委的时间 如果您说没有时间 那我们是不是再回答个三个问题好了 好 都可以啊 都可以 我没有说没时间 我说可以到半夜 所以 OK 大家可能后面都有行程 所以如果后面有行程 欢迎提早离开了 那我想我们接下来 快问快答好了 好 那预期长期的改变是什么 需要哪些侧面配套措施 我想最重要的改变 就是在流程的简化之后 大家可以对政府的这些应用 有更创造性的应用 就变成是说 我看到一个新的报税软体了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 我如果为了视障者 我为了这些不同的身心 状态的朋友 还可以做得更好 你可以接棒 就是在这个设计的基础上面 再把它做得更好 我们不会把它锁在一个 专属的系统里 而是用开放的HTML5 等等这些方式 大家只要是设计师 就可以把它做得更好 这个接力的概念 我想是很重要的 网络无国界 政委怎么去看这个 来台落地的这个政策 其实我不接触 国防外交机密的一个好处 就是说 我可以很诚实地说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我真的没有 这个相关的Intel在 就是Intelligence在我的脑里 但是我想是这样子 就是说网络无国界 它的反面也是说 我们所有做的这些 教育性质的工作 这些开放原码的工作 其实我们真的不反对 就是现在都要讲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狭狭地区的朋友们去使用 那因为其实不管 不管他们要怎么使用 其实我觉得 对于他们当地的人民的组织 或者表达 或者这些东西 都是有帮助的 何况Sandstorm这套系统 它是完全可以在 放火墙内部自己运行 所以像上个礼拜吧 我才用虚拟人像的方式 我跑去四川的那个 这个Free Software Community 给了一场talk 就是讲我们怎么样用Sandstorm 来保障言论自由 然后不被审查 什么之类的 他们竟然也就让我讲了 对 之前我还有在杭州的一些 就是他们的学校 跟高雄的学校 用VR整合在一起 然后讲怎么在里面 去进行民主讨论等等 所以就是说 不要一直觉得 只有他们东西过来 我们东西也可以过去一下 好 OK 文化也是可以输出的了 对 那至于最后这个 就是说 人力可以拿去做更有意义的工作 但是不是人人都有能力 但是AI可以到达结构性实业 它也可以到达结构性的重新就业 以前我们重新 尤其技职教育 最大的问题就是师父不够多 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但是AI的好处就是 他是非常有耐心的老师 我们做那个可汉学院的那个 可汉 他就是说 他当时是 好像是教他的职子数学 还是教他的这个 伴侦嘛 对 然后他就说 我这些伴侦都prefer YouTube上那个我 都不prefer我跑去那边 因为他实体去教他数学的时候 他不能打断 然后回放 打断回放 他要回放到几次 可能他 他这个就爆炸了 但如果他在YouTube上的话 你可以打断回放非常非常多次 也不会爆炸 他非常非常有耐心 那以前只有数学物理 历史也许可以这样教 但是现在因为有AR 有VR的关系 其实怎么修摩托车 所有这些vocational的东西 现在也都已经有 这样子教的platform出现 所以我觉得重新转业 这件事情在未来 就是人跟机器协同学习 比较不会有说 你大学就专门学一个系 我们可能未来是一个学院 就是你学一个学院的一个素养 那可能也是学两年之后 就出来Proof 你学到的东西 那两年之后随时再回来 所以Open University 随时回去 你需要理论训练再回大学 就是说学习跟就业 可能以后不是一刀切的 而是两年 两年 两年 这样子 那当然因此 就是我们大学相关的法令 所有这些都要修改 但是好在就是我们目前院长 教育部长都非常拥护这样子 新的一种概念 所以我觉得这个 跟我们新课纲的调整 是配合在一起的 就是说在12年国教的时候 大家就已经养成跨语 跨世代的这个概念 那实际到大学的时候 就不会被绑在一个系里 而是你有不同的世界观 不同的思考 那实际进入职场一段时间之后 再回来我觉得学的会更深 所以接下来就不好意思 没办法介绍投票功能怎么用了 不过他有说明文件 欢迎看说明文件 那今天就先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非常谢谢 非常有荣幸可以邀请到我们的唐政伟 到现场来为各位做这么精彩的演说 那相信各位已经大概对我们的政府 有数位化时代 然后数位化政府有了更深的了解 那也谢谢政伟这边 然后带给我们101的出户有约 这么一个数位化互动式的一个崭新的局面 那我也是第一次被问到 我可以演讲到七点 那其实相信各位应该很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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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继续待着 但我相信我们大家都还有后面后续的行程 那台北101我们也准备了纪念品 要赠送给政伟这边 那我们是不是请董事长 对还有总经理这边上台 谢谢 那我们接着我们请我们101的董监事 我们的柯明川董事还有林瑞云董事 上台也跟我们一起合影 周董 陈总我们再跟董事这边一起合影一下 还有对 周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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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域聖執行長跟執行長特助 好 這邊還有一台 上面 這邊來 二 三 好 這邊 二 三 一張 好 這邊還有一台 好 謝謝 好 這邊還有一台喔 這邊 好 這邊再一張 好 這邊 我們也都很樂於去幫助我們的團隊 所以我們其實也覺得說 因為他也在拜託整合這樣 那就仔細介紹一下就是說 是 是 是 我們現在有新創基地 本來叫新創基地 現在覺得說其實創業不分年齡 所以跨世代創業這個還蠻重要的 現在到空中 對 現在整個移到空中 所以其實弄得蠻漂亮 應該蠻舒服的 也跟這邊co-working space 像有這個藍骨頭啊 還有沙包啊 這些東西 也是二十 對 從下個月開始 網路也可以啊 我們就要到 我們有一個公開發問的一個網址 對 不然你就直接選沒有給我 對 手選比較快 對 手選比較快 對 手選比較快 沒有 我就是那個low bobby 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自己也沒發問 對 我有三個問題你還沒回答 你要記得那是被大家都按讚播 對對對 raine schedule 我們來這裡 我們來這裡 なる門 我們來這裡